今天是2023年9月7日 現在下午大約4時 現場是黃大仙北館 看到商場已經封鎖了 最低層水浸 看到兩航星光機下面水浸出現 昨天是深浸排雄 00000時排雄 香港後期錄得少許 超過158米的雨量 超過6小時的黑色部署工庫 水浸了很久 浸了10小時 現在已經泵水浸出現 但也看不到水浸下降的跡象 距離這個商場 大約50米就是黃大仙至廟 今天已經封鎖了 沒有人下去 現在圍觀有很多市民 也有電視台的坐訪隊來坐訪 大家都看到這個不想見到的天然現象 因為百年一遇 這裏是香港來的 從未見過的商場變成一個水浸 之前地鐵站或者商場 天花流水 它是會流的 找兩個水桶裝著 但現在變成一個水塘 真的可以流水都可以 但已經超過十個小時 還是這樣 還沒有對策 但現在不斷地扭七八條喉 不斷地扭水走 但不知為何那些水位 完全沒有下降的跡象 其實今天我專程是很想 立黃大仙寺廟去祈福的 幫香港市民 但已經封鎖了 但我覺得黃大仙寺廟 其實沒有問題 可放 多些善送 或者宗教領袖 或是道教那些宗教領袖 去祈福 希望這個水災 得到 快點得到完善的處理 常常有些可能 是維持秩序 有個封鎖線 這個神圍著 周圍 有個洪打圍著 都是封鎖線 除了母體 就可以 站近這個南岸 用一個最好的角度 但我有個自拍 神器 所以 那個角度 隨時好他們 我只能看一支 手機 在外面 向下 看到 很清楚 我想水深 我估計都有 四十 兩輩 我不知道 我估計起碼有五尺 五尺 兩米 可能都有機會 兩米 你覺得有兩米 是的 因為他遮過了人頭 遮過了人頭 遮過了人頭 應該接近兩米 不好意思 遮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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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 有一位 在商場觀察的市民 跟我聲稱他拿到更加多資料 就說 整個門遮瑟 高過一個人 如果高過一個人 即是值兩米 那些水深 我想都會給他一些時間 真的 三個禮拜 至四個禮拜 我想都會給他一些負欲正常 即是地面的地套 真是 真是很慘重 這次的選擇 影響到別人的身體 這個是天災 不知道公司會不會賠償 看到不斷 遺高 因為 觸遍的天氣 是風平安靜的 微微細雨 沒有辦法 其實我想很多線索都想 妙霸神的 幫香港 祈福的 但是都沒有辦法 尊重 當局的決定 去封鎖就封鎖 很多人都站在寺廟外面 所以 就觀賞 了解情況 好 在這裡 好爛 好爛 好爛